一次家庭体检,丈夫查出了癌症 为了给丈夫凑齐医药费,我卖车卖房,倾家荡产 甚至一个月打了四份工补贴家用 最终身体透支倒在了加班回家的路上 被送往医院后,我才知道我已经是癌症晚期 活不了多久了 当晚,病床旁,老公忙着就给小三打电话 宝宝,他终于要死了 这一年我装病都装累了,马上保险钱就要拿到了 再次睁眼,回到老公哭着骗我说他得癌的那天 老婆,这病我不治了,你别管我了,我可不能耽误你 文言,我眼含热泪点头,老公,听你的 咱不治了,你确实不能耽误我 我还年轻,现在找怀能找个好的呢 老婆,医生说我是肺癌,这病要治好 得花不少钱呢 我的丈夫刘家豪半蹲在地上 一手拿着病例,一手拉着我的手,满脸都是泪水 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有些精神恍惚,我瞪大眼睛 满眼惊恐地摸了摸自己的身体 癌症带来的疼痛不知何时消失了 面前的这一幕是如此熟悉 我连忙低头看下手机屏幕上的日期 我突然意识到,我重生了 上一世,我和丈夫一起去医院体检 体检报告出来,我的身体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的丈夫却被查出来肺癌 看着高昂的治疗费用 一向体贴的丈夫当即就抱着我说 导包,我不治了,我们把钱省下来 等我死了,你好好过日子吧 我们恋爱三年,结婚三年 六年的时间里一直相濡以沫 我一直觉得我们的生活平淡却幸福 我父母早亡,我一直都期盼能有个自己的幸福小家 所以,面对如此爱我且为我着想的丈夫和我们的小家 我又怎么能轻易放弃他呢 拿到诊断书的当晚,我就立刻下定决心 对他说,无论花多少钱,咱都治 为了给他凑齐医药费,我卖房又卖车 一个人打了四份工,为了省下钱 我甚至一天只吃一顿饭,这样的生活我过了一年多 某天,我拖着连续工作了三十多个小时的身体下班回家时 终究是体力不支,倒在了路上 送去医院后,医生却告诉我,我是乳腺癌晚期 看着我的病例,医生对我的丈夫摇了摇头 这边要是早点来看,手术成功的几率有百分之九十 如今,只能说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吧 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我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 却看见我的丈夫刘家豪,嘴角露出了一个笑容 他看着陷入昏迷的我 站在我的病床旁,就忙着给他的情人打了通电话 宝宝,我终于要把他熬死了 这一年,我装病都装累了 还是你聪明,弄了假的确诊书 不然他要是问我要钱治病 我岂不是被他拖累死了 等他一死,保险赔款到手 咱俩立刻登记结婚 你看上那套别墅立刻买 那一刻,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的癌症的人从来都是我,而不是他 病床上,我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致 疼痛占据我的身体 恨意让我有了活下去的意志力 见我的意识一日比一日清醒 我的丈夫在所有人面前伪装成好男人的样子 哭着说不想让我再痛苦下去了 某个夜晚,他和小三直接拔我的氧气管 在我断气之际 这对肩腹淫妇还在我的病床前不知廉耻的热闻恩爱 笑着说,这样完才刺激 思绪拉回,望着面前这个虚伪的男人 我握紧了拳 张家豪见我不说话 伸手晃了晃我的手臂 老婆,这病我不治了 你嫁给我本身就是委屈了你 医药费省下来 你和妈好好过日子吧 听她这么说 我那婆婆忙的就过来搭话 搂着我的肩膀 小月,你看家豪多爱你呀 满心满眼都是你呀 生病都生得这么严重了 还在替你着想啊 说着,她抹了抹眼角的泪水 补充着 小月,你忍心放弃家豪吗 刘家豪装作苦恼的样子 妈,你别逼小月 她还年轻,不能被我拖累了 婆婆点点头,开口附和着她 是啊,我们母子不能耽误了小月啊 家豪,不行咱就不治了 说着,两个人的视线停留在我身上 似乎是在等我开口 我不禁冷笑 这一对母子真是演得一出好戏 上一世,我被他俩这么一说 感激涕零的就说 倾家荡产都要给他治病 可是他们又是怎么对我的 我那婆婆一早就知道 刘家豪在装病 也知道生病的人是我 可他们为了不给我出医药费 也为了夺走我名下的房产 硬是装什么都不知道 在我扛着病区 在外熬夜加班时 他们倒是在家里吃香的喝辣的 还咒我死 甚至在我死后 我那婆婆还在我的坟前大骂 真是活该 早点死多好 赚不到钱就算了 还生病想拖累我儿子 见过一个 这样的臭婊子 死了头胎也是当畜生 想起上一世的一切 恨意涌上心头 我抬头望向他俩 顿时嘴角扯出了笑容 老公 你说的太对了 既然你执意如此 那咱就不治了呗 你确实不能耽误我 我还这么年轻 现在出去找还能找个好的呢 听我这么说 两个人嘴角的笑容彻底消失了 刘家豪的脸色变得铁青 他似是没有想到 我会这么说 婆婆更是立刻瞪大了眼睛 直接就跳了起来 乔初月 你怎么这么不是个东西啊 家豪那可是你丈夫啊 我满脸无辜 妈 你这话说的我就听不懂了 那他还是你亲儿子 你这个亲妈都说不治了 我还说什么 而且你们俩都不想治了 我肯定要尊重你们的意愿 婆婆被我对得涨红了脸 我 我 没说不治 这不是还看你们吗 我看着刘家豪 或者是不是医院弄错了 我们去医院再重新做个检查 我拿起车钥匙就要去医院 刘家豪立刻拉住我 这诊断书是你闺蜜给我的 还能弄错吗 我不说话 点了点头 是啊 忘了这是我闺蜜出去的诊断书了 我连忙回握住刘家豪的手 装作感动的拍了拍 老公那你对我可太好了 我可不能辜负了你对我的这份体贴 这份爱 你放心 等你死了以后 我一定会找个比你好千百倍的 这样你全下有只眼的安心 说着 我红了眼眶 抬手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刘家豪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回答 气得不住喘气 张着嘴巴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婆婆健壮 开口转移话题 你们年轻人就是太冲动了 这么大的事 你们想清楚了再决定 来 先吃饭 婆婆将我拉到餐桌旁 平时 她最是节俭 天天说吃素对身体好 整人让我吃青菜配白饭 还把生菜都留给我 哭着说家里穷 没钱给家豪买药了 只能委屈我 上一世我死了以后才知道 哪里是吃素好 荤菜她都藏了等我出门 才和刘家好吃 今天她做了满桌的海鲜大餐 还配上了各种辛辣的菜肴 可她明知道 得了癌症是不能吃海鲜 这么做 不过就是想催着我早点死 而且我明明看见她 买了鲍鱼海参还下了锅 怎么桌上不见鲍鱼海参的身影 怕是偷偷留着 她俩自己待会儿偷着吃吧 婆婆夹了个大虾到我的碗里 又给我倒了杯高度白酒 端起酒杯就想往我嘴边送 小月 家豪这一倒下 咱家可就靠你了 你就是咱家当家的了 你一定要努力工作 多赚点钱 这样才能给家豪复一 她话还没说完 我直接打断 妈 你放心 等家豪死了 你依旧是我妈 到时候 我的新老公 你一定帮我长长眼 我还是接着孝敬您 文言 刘家豪端着杯子的手 猛的一抖 他缓缓抬头看向我 有些委屈 而我无视着这一切 随手将酒杯扔到一边 妈 家豪 这饭我就不吃了 我忧虑过度 有些烦心 这家豪的后事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 急得我真是一口饭 都吃不下去了 我就先去睡了 我转头看向刘家豪 老公 趁着你身体还能动 你赶紧工作多赚点钱 留着给妈养老哈 说着 我放下手中的筷子 在他俩不敢相信的视线下 直接走回了房间 呼呼大睡 半梦半醒的 我还听见两个人 气得在客厅骂我白眼狼 上一世 自从刘家豪拿回 确诊癌症的诊断书后 我每日心力交瘁 想尽办法能多存点钱 给他治病 出差加班我永远是第一个 我已经很久没有 睡过一个好觉了 我躺在床上挨着枕头 就立刻入睡 我一觉睡到了 第二天中午是二点 这下才感觉身体有些缓过来了 在我睡觉的期间 刘家豪和我婆婆来 喊了我好几次 怎么都叫不醒我 婆婆还指着我骂 老公都快死了 还有心情睡 你个白眼狼 我下意识就回对 你儿子都快死了 你还有空在这骂我 那你也是白眼狼吧 此言一出 婆婆气得半死 而我抱着枕头呼呼大睡 任凭谁喊都没用 刘家豪和我婆婆 原本以为他们这么善解人意的对我 按照我的性子 怎么也会感激涕零的 说一定要给他治病 可如今我这个爱答不理的态度 反而让他俩摸不着头脑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了 两个人一夜没睡 一直在背后曲曲我 坐在客厅研究了一晚上 而我睡了个好觉起床 却见他俩一人顶着两个大黑眼圈 面容憔悴 有些吓人 我一走出房门 就看见刘家豪赤红的双眼 紧咬着牙 想要开口骂我 我抢先一步 走上去立刻抱住刘家豪的手臂 老公 我昨晚哭了一晚上 我觉得这病 咱还是要治啊 文言 刘家豪皱紧的眉头舒缓开来 他试探性的开口 真 真的 对 咱必须治病 你是我最爱的人 我怎么能放弃你呢 昨晚我那样说 完全是因为和你赌气 我还没说放弃 你又怎么能说不活了不治了呢 老公 我不能没有你啊 说话时 我还伸手抹了抹眼角的泪水 俨然一副委屈的小媳妇模样 刘家豪有些动容 他抬手就将我搂进怀里 表示欣慰 婆婆听见了 他满意地点点头 今天开始家豪有我照顾 你放心出去赚钱 给他治病 我点点头 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家豪 你的工作我已经帮你辞了 刚刚我也在朋友圈 和各种家庭群朋友群工作群 全部通知了一声 刘家豪有些慌了 他瞪大眼睛 通知什么 什么就帮我辞职了 我装作无知地抬头望向他 告诉他们你得癌症了呀 我都已经通知过了 你放心好了 我抬手替他抚平领口的褶皱 你现在身体大不如从前了 可不能像以前那样 天天和朋友们出去聚餐玩闹了 我都跟他们说过了 要是谁敢带你出去 出了事 那可就是他们全权负责了 还有你公司那边 我也把你的确诊书 拍给你老板了 他不仅立刻就同意你辞职了 还说补贴你两个月工资呢 让你千万在家安心养病 你的位置已经找好别人了 听我这么说 刘家豪惊恐地向后退了两步 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脸上带着韵色 乔出月 你怎么能这么做 你知不知道 我好不容易才升职的 你竟然 竟然 我眨巴着眼睛 满脸无辜 家豪 我这不也是关心你吗 你生病了呀 自然是要辞职在家 好好养病才行啊 他仗红着脸 正准备开口骂我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电话和短信 一个接着一个打来 接了电话 每个人都是来问他 身体怎么了 我坐在他身边 刘家豪看着我 他再不想承认 也得咬着牙说 是的 前两天确诊的 是 挺严重的 我对上他的视线 不禁在内心发笑 拿生病 尤其是拿癌症 开玩笑的人 都该死 上一世 他骗我说生病以后 我就提过 让他安心在家养病 当时他对我说 老婆 趁我现在还能工作 我也想减轻些你的负担 我感动地点点头 我还想通知他的那群朋友 以后不要带他 整日出去喝酒玩乐了 可刘家豪却对我说 他不想因为生病 就对朋友们当成了异类 为了照顾他的自尊心 我也没多什么 只是叮嘱他一切 要以身体为重 所以 我整日在外累得像狗一样 还愧疚 每月还能从我这儿 拿到一笔医药费 你不是爱装病吗 那就装到底吧 刘家豪一直很看重他的工作 这份工作 他努力三年了 上个月好不容易 才终于升职加薪了 我一通电话 让他被迫辞职了 刘家豪红了眼眶 当即就给上次打电话 想要挽回 赵总 我不是要辞职 我的病不严重 你别听我老婆说 他懂什么呀 而且公司就是我家呀 没了我要是影响了 公司业务怎么办 任凭他怎么解释 我一早就把诊断书都发过去了 那诊断书上写得很是严重 老板也怕担责任 连忙就安慰 家豪啊 你安心在家养病 我知道你心系公司 昨晚你老婆刚跟我说完辞职以后 我就已经找了人 把你的位置补上了 那人你也熟 就是小张啊 说完 上次就挂断了电话 刘家豪的脸气得发青 他紧紧握着手机 整张脸都已经扭曲在了一起 被迫辞职就算了 如今顶替他位置的人 还是他之前的对手 刘家豪额头的青筋抱起 乔出院 你看你干的好事 我眉头微微促起 见他这个态度 我立刻红了鼻子 眼泪啪啪往下掉 老公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我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我转头看向婆婆 妈 你平平理 我不也是关心她的身体吗 婆婆看了眼刘家豪 接下巴巴回着 是 但是家豪这不也是好不容易才升职了 我转过头 装作委屈 刘家豪 你这可不是小病啊 是癌症 都这么严重了 你还要出去工作 出去和你那群朋友喝酒 难不成 你是在跟我装病 刘家豪被我一语说中 刚刚的怒气 他只能压制下去 他侧过头不敢看我 不过片刻 他立刻上前搂住我 老婆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能骗你呢 我去工作 不过就是想减轻些你的负担 婆婆附和着 是啊 小月 他也是为了你 我微微嘟起嘴 装作委屈 宝宝 有我在呢 你就安心在家养病就行了 要是被我发现你偷着出去工作 出去玩 不爱惜身体 那我真的不管你了 刘家豪有些无奈的哄着我 我知道的 老公 这样不行 我不能见你 为了我连身体都不顾了 从今天起 我给你打的每个视频 你都必须接 我要看着你好好养病 不然 我名下的房产还有车子 就是捐了都不给你治病了 刘家豪看了养我婆婆 竟我这一提醒 他想起我名下的房产 还有保险赔款 咬紧了牙关 说了句 好 刘家豪彻底没了工作 本来他还想出去和朋友们喝酒玩乐 可我借着为他好的油头 爱个打电话通知到位了 如今谁也不敢带他出去玩 生怕当了责任 没有办法 刘家豪整日只能待在家里装病 手机我不给他玩 说有辐射 床我也不给他下 只说他如今身体需要好好休息 刘家豪整日躺在床上 只能睡觉 睡久了就坐着发呆 他不是爱装病吗 那就要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 晚上 我收拾了行李 以出差为由 准备出发去医院做个体检看病 我的闺蜜杨小彤下了班 就立刻赶到我家 一见到我 杨小彤直接抱住了我 小月 这可怎么办啊 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我刚刚医院的工作结束就赶来了 没事 我一定帮家豪找最好的医生做手术 我抬手会抱住他 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我咬紧了牙 恨意就快要溢了出来 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同我老公出轨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我那相处了十年的好闺蜜杨小彤 杨小彤是个医生 也是我最信任的人之一 我和刘家豪的体检 就是他安排的 体检结果也是他通知的 曾经我是那么信任他 可杨小彤却对我做了什么 他和我老公出轨 还借着工作的便利 做了假的诊断书骗我 想要我的钱 还想要我的命 记得上一世 好几次我感觉身体不舒服 找他帮我做体检治疗 可杨小彤却对我说 不舒服是因为我工作太累了 吃点药就好了 他还让刘家豪把我平时的药 全部偷偷换成了止痛药 甚至我死之前 杨小彤还看着我说 小月 要怪只能怪你命不好 思绪拉回 我眼角挂着泪水 冲着杨小彤点头 小彤 没了你 我可怎么办啊 我马上要出差一个月 你没事的时候 别忘了让家豪去你们医院复诊 刘家豪坐在沙发上 听我这么说 他抬头看了眼杨小彤 两个人眼里的笑意 就要藏不住了 刘家豪装作舍不得的对我说 老婆 一个月这么长时间 我舍不得你呀 我轻易地搂过他的手臂 当着杨小彤的面 亲了口刘家豪 老公 这个项目我要是做好了 奖金可多了 这不是为了给你治病 我要多赚点吗 你乖一点好吗 我看着杨小彤 在看见我和刘家豪亲热时 眼里射出寒光 在我看向他时 他立刻收敛了眼里的寒意 点点头 是啊 小月 虽然赚钱重要 但是你平时也要多多注意身体 我给你和家豪带一些补品和补药 你一定要按时吃 杨小彤从身后拿出两袋补品 我望着那两个红色的包装盒 不禁发笑 说是补品补药 实际上他给刘家豪的 确实是极佳的补药 可是他给我的 确实催命符啊 上一世 我那么信任他 每天按时吃他给我的补药 可我死了以后才知道 那些药一大半是假药 一半是止痛药 我笑笑 故作热情地从他手里接过补药 哎呀 小彤还是你心系 要我拿到房里去 杨小彤点点头 忙着叮嘱 这一袋是你的 这个是家豪的 强身健体 说完 他看了眼刘家豪 眼里的暧昧一一眼表 我将补药拿到房里 两袋要包装一模一样 我直接趁他们不注意 将两袋要换了个顺序 那假药就留给刘家豪自己吃吧 我将那袋正常的 药装进了行李箱里 正巧婆婆买菜回来 他一看见杨小彤 那笑意藏都藏不住 他伸手拉过杨小彤 小彤来了呀 小彤真是越长越美了 也不知道 以后谁家儿子这么有福气 能娶到小彤 人美工作又好 说话时 我婆婆还转头看向刘家豪 我不发作 只觉得自己上一世这么傻 这么多明显的暗示 我竟然没有察觉 我轻笑出声 凑到杨小彤身边 妈 小彤有男朋友的 就是他们医院的 上次我去医院找你 不还看见你跟你男朋友 在那亲嘴吗 听我这么说 四个人 三个人的脸色都皱变了 尤其是刘家豪 如今脸一下就黑了 他看着杨小彤 杨小彤忙着解释 没有 月月你看错了 什么男友啊 他不是的 哦 是吗 那我可能是看错了 刘家豪和杨小彤 脸色缓和了些 我开口补充 那上次我们一起吃饭的 那个总是了吧 当时你不还跟我说 说你怀孕了 要打胎 打胎不还是我陪你去的吗 那男的没对你负责 月月 你别瞎说了 这都没有的是 杨小彤急了 还想开口夺嘴 我装作无知的白手倾笑 都是自家人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条件这么好 多在几个男人里 纠结一下怎么了 刘家豪眉头紧锁 可碍于我在这 他硬是忍着不敢发作 强扯这个笑容 难看得要命 我婆婆更是默默 抽回了被杨小彤握着的手 满是皱纹的脸 紧簇在一起 见所有人都不高兴了 我倒是开心得要命 我低头看了眼手表 哎呀 不跟你们说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要出发了 我转头看向婆婆 妈 小彤带了不少补品 在我们房间 你可别忘了吃啊 婆婆点点头 我转身就走 关上大门 坐上车 我掏出手机 这两天我偷偷在家里 装了监控 如今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监控里 刘家豪开口骂着 杨小彤 你他妈骗老子是不是 嘴上说着爱我 骗老子给你花钱 然后就在外面到处找男人 杨小彤哭着就说 我没有 那孩子又是怎么回事 杨小彤委屈的不说话 摇头就说 乔书越记错了 根本就没有孩子 两个人大吵大闹一番 我那婆婆连连叹气 还要赶他走 没有办法 杨小彤才承认 他知道刘家豪想要孩子 但是他不想生 就偷偷打掉了 三个人对着吵架 又吵又叫 吵得我头痛 最后还是杨小彤答应 一定给他生儿子才做吧 为了做个全身体检 我特地坐飞机 去了一千多公里以外的S室 和公司请了个长假 全身体检做完 医生跟我说 幸亏我来得及时 如今肿瘤还不大 做手术痊愈的可能性很大 要是任由肿瘤恶化 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和医生沟通后 我确认了最近的做手术时间 我躺在病床上 看着手机监控里 刘家豪的一举一动 他和杨小彤两个人 躺在沙发上亲热 两个人嘴挨着嘴 倒是让我觉得 他俩才是一对夫妻了 情到深处时 我给他打了通视频 按着之前约定的那样 不管怎么样 无论何时和弟 他必须接我的视频 我连着打了两三个 不接我就打给婆婆 没有办法 他兴致全无 忙着就起身给我回了视频 视频里 他满头都是大汗 装作虚弱的开口对我说 宝宝 怎么了 我故作关心 老公 你怎么现在身体这么虚弱了 怎么满头汗啊 刘家豪怕露线 忙着就说是自己身体虚 我知道杨小彤就在他身边 我故意装作亲密的开口 老公我好想你啊 你赶紧喊我生宝宝 给我个亲亲 就像以前那样 听我正说 刘家豪回避视线 监控里 他身旁的杨小彤伸手邋遢 摇着脑袋 就不同意 他同我亲近 刘家豪见我态度坚决 只能躲着镜头对我说 宝宝 爱你 说完 又伸手安慰一旁的杨小彤 老公 你老板上次给你转的那个工资 你先发给我用一下呗 刘家豪下意识就开口回绝 发给你了 那我和妈在家吃什么 我故作苦恼 老公 可是我现在身上钱不够 你不是身上还有点钱吗 你就跟妈凑合一下 是这样的 我就给我推了个投资项目 说是稳赚不赔 你那一万块就当投资了呗 刘家豪一听 是我就安排的项目 立马来了兴趣 他忙着就推开杨小彤 他这般态度 是因为我就是个企业家 身价几十个亿的那种 以前我就看不上他 跟我说了几次 觉得刘家豪心术不正 不同意带我们一起投资 如今我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才发觉我舅的眼光太独 前几天我给我就打了通电话 解释了前因后果 我就立马给我转了一百万 让我好好治病 还让我千万被放过刘家豪 视频里 刘家豪看着我满眼期待 真的 舅舅愿意带我们一起发财了 我笑笑 是啊 我跟舅舅说了你生病 活不了多久了的事 舅舅这才同意带我一起投资 但是条件是 只能完完全全是我的钱才行 老公你委屈一下呗 反正我俩夫妻一提 谁赚不是赚呢 刘家豪一直认为我爱他入股 而且我一死 所有钱不还是归他所有 当即他就立刻打了两万给我 还写上自愿赠语 说着 老婆 你安心给舅舅投资 钱不够再问我要 我不要紧 你赚了钱以后 日子好过些才是最重要的 我看着他的消息 不禁发笑 等着吧 等着我把你的钱一笔一笔拿过来 做完手术 医生说我的手术很成功 只要按时复查就行 没过多久我就养好了 身子出院 我刚到家不久 躺在沙发上休息 刘家豪走到我身边 他缓缓开口 老婆 前几天我有个兄弟卖保险的 想让我支持一下他 我想着 咱家要不也买个保险吧 我抬头看向他 只觉得司马昭之心 人尽皆知 买保险 可以呀 我给你买个保险 不是给我买 是给你买 你整日在外面出差我也不放心啊 就当支持我兄弟工作了 说着说着 他拿出几分保单 就签个字就行 我笑笑 叹了口气 要买 那咱们一起买嘛 我都这样了 现在买保险 还有什么意义呀 刘家豪摇摇头 想省下他那份保险钱 见我有些犹豫 刘家豪一把握着我的手 那这样 要买我们就一起买 一家人整整齐齐 我买了以后 受益人舔你的 我不说话 皱着眉头 他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有些慌了 我婆婆直接站了出来 那我也买一份呗 受益人也舔月 我儿媳妇这么好 受益人舔他 我放心 怎么样 月月 买不买 我装作感动的 微微睁大眼睛 老公 妈 你们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那都说到这儿了 我肯定同意啊 见我同意了 他们俩才立刻松了口气 忙着就喊来 他那个兄弟 让我们签了保单 三个人一个都不少 看着刘家豪和我婆婆 都签了字 保单生效 这下我也放宽了心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反正我是死不掉 他俩会不会死我就不知道了 又过了几天 刘家豪整日在我面前 不是装咳嗽 就是装虚弱 躺在床上两腿一蹬 就跟活不了了一样 我装作关心 老公 你怎么都瘦了 复查去了吗 小童不是跟我说 你要先做化疗再手术吗 这头发怎么还没剃 听我这么说 刘家豪忙着 就蹲在地上咳嗽 俨然一副喘不过气的样子 是啊 我这病越来越严重了 医生说要赶紧凑医药费做手术了 说是最起码也要准备七十万 七十万 何着冲我这套房子来的呀 婆婆主动开口 月月 你看家豪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七十万怎么凑啊 实在不行 你们就把这套房子卖了吧 刘家豪连忙开口阻拦 这怎么行 这是月月的房子 我就是死 也不能让月月卖房子啊 我不禁发笑 演得还真像 现在我们住的这套房子 还有我的车 是我自己在结婚前买的 我一直以为刘家豪母子没有钱 可是上一时我死了才知道 他们俩留着心眼 赚的钱买的房 写的是他妈的名字 就是为了防着我 我低头不说话 皱着眉头开口 我现在身上就只有十万了 要是卖房确实能撑一阵子 但是我就肯定不会 带我们一起投资了 十万 你哪来的十万 刘家豪瞪大了眼睛 就是我就上次说 带我们投资的呀 那两万如今来的收益 我们赚了十万啊 那那我们接着投钱进去呀 我摇摇头 老公 还是你治病要紧 咱可能命理就是无财 我就说了 他是因着你生病不行了 才同意带我一起投资的 要是知道我卖了房给你治病 他怎么可能还愿意 带我们一起赚钱啊 我就本来说 这次投资 我们要是能投一百万进去 半年就让我们翻倍 赚一千万回来呢 你别想那么多了 你这身体 哪里撑得了半年啊 还是先安心治病 说着 我就探着气起身 准备给我就发消息回绝了 刘家豪一听一千万 连忙就伸手拉住我 老婆 我觉得我身体还行 半年应该能撑住的 真的 刘家豪两眼放光 忙着就起身向我展示 你看 我做了一次话聊好多了 但是这发财的机会 可不是天天有 一千万 那不是小数目 咱一定要抓住机会 我皱紧眉头 眼里多了几分顾虑 可是 我俩到哪凑齐一百万呢 我要是卖房了 我就肯定不会同意的 说着 我还拿出手机 给刘家豪看 我就给我发的聊天记录 又给他看了一眼 银行卡里 十万块钱的账户余额 刘家豪握紧了拳 他抬头看了眼我婆婆 心意横 我没钱 但是我妈还有 我妈存了些养老钱 我在找人借借 肯定能凑齐一百万 婆婆瞪大眼睛 满脸惊恐 我 我哪来的钱 我眉头紧簇 连连开口拒绝 老公 我觉得不行 还是你的病重要啊 要是你死了 我赚再多的钱 又有什么意义呢 说着 我眼角的泪水顺着脸颊滑落 任谁看我都是 一副爱他入骨的样子 刘家豪一直都坚信 我很爱他 对我这几滴眼泪一糊弄 更是坚定了我 就是赚了钱 也一定给他的感觉 在他面前 我弯着身子就猛然咳嗽 捂着胸口就喊痛 我痛得满眼泪水 老公 患癌的明明是你 怎么我身体这么痛 你说我是不是也生病了 这段时间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差了 要不我再去做检查吧 听我这么说 刘家豪眼里划过一丝脚侠 他凑过来扶着我 别瞎说 你不是才体检过吗 别咒自己 你肯定是这段时间出差太累了 好休息就好了 见我身体越来越弱 刘家豪有种胜券在握的感觉 反正我迟早都是死 等我死了 钱就都是他的 他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刘家豪拉着我婆婆就进了房间 开口安慰我 我跟妈商量一下 你千万别回绝了舅舅 过了一会儿 刘家豪和我婆婆从房间走了出来 婆婆被他那一千万劝得动了心 同意拿钱出来 他们名义上说是他存在养老钱 可是我知道 哪里来的什么养老钱 不过就是 他们在外偷偷买个房 我装作不知道 只说 投资的最后期限是下周一 我这十万也一分不少投进去 这下刘家豪彻底安心了 趁我在外工作 忙着就和我婆婆去卖了房子 硬是凑了八十多万给我 刘家豪看着我 故作申请 老婆 这八十多万都给你拿去投资了 是稳赚不赔的吧 我和我妈这下真是身无分文了 我点点头 那是自然的 你又是不知道我救的实力 他说不管怎么样 半年以后给我们一千万 而且老公 我的不就是你的 什么身无分文 我的房子和车子不也是你的吗 听我这么说 刘家豪安心地点了点头 我收了钱 确实是拿去投资了 但是我不准备赚了钱带他花 我以出差为由 整日在外面旅游散心 日子过得不是一般的潇洒 我故意出去旅游 把家留给他和杨小彤 监控里 他和杨小彤的一切龌龊行为 都被我拍下来了 我还捡了个合集 等待时间送他们个惊喜才行吗 刘家豪好几次问我要医药费 我也只是发了一千块做做样子 说着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工资本来就发得晚 而且我身上的钱 不都去投资了吗 你和妈在等等 刘家豪没了工作和存款 整日和我婆婆 只能靠着我婆婆 那一千多块的养老金过日子 生活紧凑个要命 整日只能吃青菜配米饭 而我却是住进了 我就给我安排的大别墅 整日吃营养餐调养身体 刘家豪为了让我可怜他 还把头发剔了 给我发了几张 他在医院做化疗的照片 他还说 最近的医药费 都是小彤在帮忙垫付 让我有钱了 一定还给小彤 我看着他发来的那些照片 一看就是摆牌 我装作心疼 给他转了两百块 让他买点东西吃吃 他生气可以没办法 毕竟他的全部身家 都在我这儿了 我一个月才回家一次 每次回家收到 杨小彤给的补药 我都找机会给他调换了 不过吃了两三个月 我看着刘家豪的脸 确实憔悴了不少 身体也瘦了很多 而我满面红光 还特地给自己多打个点粉 化了个生病妆 周末 杨小彤来我家吃饭 我们四个人围着餐桌 看着满桌的大鱼大肉 没有一个是癌症患者能吃的 杨小彤见我脸色不好 还开口夸我 月月 我怎么觉得 你最近脸色这么好呢 一看身体就不错 我笑笑 可我怎么觉得身体这么虚呢 最近我咳嗽越来越厉害了 还流了好几次鼻血 小彤我不会是病了吧 听我这么说 杨小彤眼里微微闪着光 那怎么可能 你应该是最近太累了 贫血了 多吃点海鲜 一下就不回来了 说着他为我吃海鲜 还一直往我的嘴边喂酒 我装作身体不舒服 忙着就起身往厕所跑 抱着马桶就吐 我从口袋里 掏出之前准备的血包 挤的马桶上都是 听见声音 婆婆过来看我怎么了 看着一马桶的血吓坏了 见杨小彤凑过来 她是个医生 我怕被她识破 忙着就按了马桶抽水 妈 吓坏了吧 我婆婆嘴角微微颤抖 一时分不清是血还是忧 忙着就跟杨小彤 还有刘家豪说着 月月吐血了 吐了好多 不会是快不行了吧 听婆婆这么说 刘家豪面露喜色 忙着就拉了下杨小彤的手 小声嘀咕 残苦日子就要到头了 杨小彤假模假样的 跑到我身边 将我扶了起来 月月 你没事吧 我脸上惨白 嘴角还挂着血 小彤 我这是怎么了 杨小彤眼珠子一转 没事了 你应该是因为家豪的事 欲解欲心 这瘀血吐出来了就好了 说完 她忙着从包里掏出药丸 就让我吃 我装作吃下去 却趁机吐掉了 杨小彤拍了拍我 我是医生 我还能不知道吗 没多大事 瘀血吐出来了 又吃了药 是不是不痛了 我点点头 不禁在心里咒骂 马德 吃了止痛药 那当然是不会痛了 他们也不逼着我喝酒了 忙着就把我扶上床 让我好好休息 三个人以为我吃了要睡着了 喊了几声 见我没反应 在客厅里盘算着 露出真面目 刘家豪直接就笑出了声 这件货看这样子 怕是马上就要死了 正好下个月投资的收益一到手 他一死 咱拿了保险赔款 这不就走上人生巅峰吗 一旁的杨小彤点头附和 是啊 老公 马上等他死了 我就能永远和你在一起了 一想到马上就有一千多万入账 三个人笑个腰都直不起来 杨小彤如今事业爱情双丰收 整个人荣光焕发 心心念念等 我死了以后 他能和刘家豪买个别墅 过父太太的生活 可是我怎么会如他所愿了 我将拍下的所有 他和刘家豪偷情的全部画面 剪成合计找了黑客 匿名发在了网上 无论是杨小彤工作的医院官网 他的工作群 以及医院病患群 我全部把视频发了进去 甚至 他们医院滚动的大屏幕 我也让黑客把视频投放了上去 杨小彤第二天去上班 感觉天都塌了 到了医院 他总觉得 今天看他的人有其多 经过身边护士的提醒 他才发现自己 和刘家豪的颜色视频 被人发在了医院的大屏幕上 连续播放 黑客是我花大价钱找的 视频想关都关不掉 最后拔了电源 可是医院大部分人都看到了 甚至他所有的好友和同事 都收到视频 某权威医院的医生 背地里偷情闺蜜丈夫的新闻 第二天就上了所有新闻的头条 杨小彤从医院仓皇而逃 他的手机都快被打炸了 他的上司还说 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 他就不用来上班了 彻底崩溃了 杨小彤忙着就冲到我家 举着手里的视频给刘家豪看 杨小彤几度哭晕过去 在他看来 能拍到这些视频 又传播出去的人只能是我 刘家豪看见视频也慌了神 几个人连番给我打电话 我一个都没接 他们想找我也找不到人 急得杨小彤直接报警了 还要告我 说我恶意传播视频 警察联系上我 我才出面去了警察局 为了我的安全着想 我就还给我安排了几个保镖 警察局里 杨小彤两只眼睛哭得通红 平时最爱美的他哭花了妆容 整张脸煞白 看起来就从那地狱跑出来的一样 他恶狠狠地看着我 伸手就想往我的脖子上掐 好啊你个乔出院 你跑哪儿去了 我把你当闺蜜 你竟然这样害我 保镖一把将我护住 猛的一个伸手就将他推倒在地 杨小彤坐在地上就哭 哭声很大 刚刚赶来的刘家豪见他这样 心疼得要命 忙着就伸手护住他 乔出院 你发什么疯 我冷笑不说话 出轨的人是你们 我发疯 我没要了你们的命都是客气的 刘家豪自知理亏 站起身就向我解释 我和小彤确实是鬼迷心窍 才做了那么一次 但是我心里一直是爱你的 你不能因为这点事 就害得他丢工作呀 刘家豪走到我身边 看着他那张丑恶的脸 我再也不忍了 只见一个抬手对着他的脸 就是一巴掌 刘家豪 一次 你要不要脸 刘家豪不敢看我 杨小彤盎着脑袋 你以为你曝光我的视频 你就赢了 你这么做是犯法的知不知道 我不会放过你的 刘家豪装作和事老一样 伸手就想拉我 月月 你赶紧给小彤道个歉 然后解释说 你和我早就离婚了 我和月月是两情相悦 我做主 这件事就算了 杨小彤满眼得意的看着我 文言 我摆摆手 满是不在乎 犯法 我在自己家装监控犯法吗 你说哪些视频是我曝光的 你有证据吗 我只能说 我的监控视频被人盗了 视频被传了出去 这又不是我能预判的 你让警察去查 去看看那些视频 是不是我发出去的 不就行了 你和刘家豪 当初不做这些事 不就没有这些视频了吗 而且 你做了那么多恶心人的坏事 说不定是谁恨你想搞死你呢 你可千万别冤枉了我这个好人 听我这么说 杨小彤的脸色越来越走 而我轻笑出声 笑着笑着 我猛地弯腰 脸色皱变 捂着手心吐出一口血来 直接昏倒在地 再次醒来 我躺在医院里 见我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杨小彤直接大笑出声 乔初月 你以为你拿到证据曝光 我们就是赢了 你不知道吧 得癌症的人一直都是你 乔初月怎么办啊你 家豪都跟我说了 你现在整日流鼻血 又是吐血 你这个症状 最多只能活一个月了 听他这么说 我努力睁开眼睛 什么 得癌症的人是我 刘家豪点点头 有些得意 见我如今病情 已经严重到无法起身的地步 他也不装了 月月 你也别怪我心狠 你看你都吐血吐成这样了 别闹了 赶紧回家吧 等你死了 我一定给你买个好的目的 让你早点超生 我满眼泪水 怎么 怎么会这样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似是胜利者的炫耀一般 杨晓彤走到我身边缓缓开口 很简单啊 你的诊断书被我换了 做了假的 毕竟这种事对我来说很容易 而且 你每日吃的不要 全部都是假药 是止痛药 所以你才觉得现在身体越发虚弱了 不是吗 乔初月 你和我斗 你算哪根葱啊 你看看你自己这副鬼样子 都爬不起来了 我和家豪今晚就送你上路 等你死了 钱都是我俩的了 杨晓彤搂住刘家豪的手臂 刘家豪见我快不行了 立刻有了底气 乔初月 我哪来那么多钱 给老婆治病要花不少钱 但是要是换个新老婆 可就不用花钱了 说着 刘家豪一把搂住了杨晓彤 我躺在床上 听他们这么说 我半眯着眼睛 笑出了声 伸手取下了脸上的氧气罩 从被子里掏出手机 对着电话那端开口 张警官 您都听见了吧 录音了吧 电话那端的张警官回了个 没过两分钟 警察就冲进了病房 张警官拿出手铐对着杨晓彤说 杨女士 您涉嫌恶意投毒 以及杀人未遂 请跟我们回去调查 杨晓彤站在原地 彻底猛了 他听着警察的话 又看着躺在床上的我 怎么可能 你 你不是快不行了吗 刘家豪也慌了神 他眨着眼睛 你不是天天吐血吗 我轻笑出声 直接从病床上走了下来 站在他们面前 直接打了套拳 不好意思哈 让你们失望了 吃妈妈香 身体被棒 我是生病了 不过已经治好了 不用担心我了 哦对了 吐血是吗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包雪包 笑着说 是这些吗 杨晓彤瞳目结舌 眼里充满了难以置信 嘴里喊着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他猛的上前就想掐我 可却被警察一把南下带走 我转身看向被留下的刘家豪 我从他眼里看见了恐惧 如今 我死不了了 而他的全部身家 全部都压在了我身上 他自然不敢 和我闹翻了 刘家豪凑到我身边 老婆 我真的是被他迷惑了才这样的 你原谅我 好不好 我冷冷的发笑 是吗 好啊 我当然可以原谅你了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怎么能因为这点事就没了呢 原谅你是吧 我的要求不多 这些年 你给杨晓彤花的钱 全部要回来 而且你知道的 所有关于他做的那些龌龊事 全部举报给警察 刘家豪倒吸了一口凉气 神情木然 连连点头 好 老婆 我都听你的 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话音刚落 刘家豪一口血突然吐了出来 这倒是在我的意料之外 刘家豪被送进抢救室 我婆婆的消息就赶来 他瞪大眼睛看着我 得癌症的不是你吗 怎么我儿子被拉去抢救了 我摆摆手 那要问你儿子和杨晓彤了 婆婆见我精神焕发 似是意识到什么 忙着就掐着我的衣领发问 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呀 我不说话 正好医生从手术室出来 对我们摇里摇头 病人肾脏衰竭 而且你们家是不是本身就有癌症基因 病人肺部已经出现癌变了 如今只能保守治疗 靠药物应该也就只能活个一年了 病人是不是吃了什么药物 导致肾脏衰竭了 噩耗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我婆婆听到消息的那刻 呼吸变得急促 她用手垂着胸口 猛的一口气没上来 直接昏了过去 我面不改色 思绪有些乱 我确实没想到 刘家豪竟然会肾脏衰竭 她唯一吃过的药物 应该就是杨晓彤送来的补药吧 我冷笑出声 真是个人有恶报 我从家里拉出杨晓彤送的那些补药 全部提交给了警察 原先她那些假药 最多让她判了两三年 可现在要是害了一条人命 那她杨晓彤可是彻底完了 一时二鸟 真是好啊 我回到医院 如今躺在病床上等死的人 换成了刘家豪 她看着我 满眼泪水 月月 你可千万要救我呀 我不说话 淡然一笑 我肯定会救你的呀 可是家豪 你知道的 我没那么多钱 你那要一瓶好几万呢 我哪来的钱就你呀 我最多也就是帮你付住院费 其他的 你就看造化吧 听我这么说 刘家豪怒不可遏 她面容憔悴 眼神空洞 握着被子想要起身 可努力了半赏也没用 我拿起一边的外套 转头对她说 对了 忘了告诉你 妈知道你生病这件事 一下没受住打击中风了 我看你这样子 没法照顾妈了 我想了个办法 给她送养老院去了 一个月几百 我真是孝顺 我冲她笑了笑 我知道 按照她如今这个情况 吃了特效药 估计活个一年 没钱吃的话 她怕是 也就是这几个月的事情了 你 你个贱人 刘家豪咒骂着 她猛地抬头 又是吐了一口血出来 我把婆婆送进了 五百块一个月的养老院 那里的人一个比一个凶悍 根本不可能认真照顾她 我去看了一眼那里的环境 船挨着马桶 比坐牢还恐怖 可是我一想到上一时 我那么虚弱 身体已经扛不住了的时候 她还让我做家务 让我赶紧出去赚钱 骂我是白眼狼的样子 我又立刻很下了心 我直接交了一年的费用 任凭她在这里老死 走时 我还看了一眼婆婆 她有脑梗 所以中风嘴歪脸斜 腿脚都不方便了 边流着口水边求我带她走 可我只是笑笑说 妈 你好自为之 可千万不能耽误了我呀 你放心 等家豪死了 我一定跟你说 听我这么说 她气得翻白眼 而刘家豪在医院也快不行了 我像征性的给钱看病 看着她在床上痛苦挣扎 我学着她上一时的样子 直接就哭晕在了医生面前 医生 我不想再看我老公 这么痛苦下去了呀 任凭谁看 都是个爱老公的可怜女人 我找了个刘家豪有些意识的时间 看着她的眼睛 直接拔了她的氧气管 就正如她上一时做的一样 而我的婆婆 也在得知刘家豪的死讯后 没过几个月也去世了 我将他们葬在了一起 就当是我最后的意思善良 而杨小彤知道刘家豪的死讯后 哭得伤心欲绝 她始终不敢相信 是她害死了刘家豪 还举报说是我故意调换了药 但是她没有证据 只能说是刘家豪误实了 她面临的是法律的审判 在法庭上 我流着眼泪哭诉 杨小彤害 我又想害死我老公的这件事 我拿出所有证据 以及监控视频 和刘家豪手里的聊天记录 杨小彤想害死我 结果害死刘家豪这件事成立 并且这几年 她在医院做的那些违法犯罪的事情 也尽数被扒了出来 最佳一等 她被判了不少年 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和解 并且 我还起诉她 归还所有刘家豪 在她身上花的所有钱 如今 我不仅忠于死了老公和婆婆 整治了小三 还唠了不少钱 保险赔款一到账 我就立刻辞去了工作 出国旅游 我才刚刚三十 未来一片大好 不是吗 又过了几年 跟着舅舅这几年投资 我手头有了几千万的存款 我申请了国外的研究生 准备继续深造 好不容易一次回国过节 聚会上听见朋友提及 说是杨小彤在狱中大病一场 去世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却只觉得她活该 这一切都是自作孽 上一世他们是如何对我的 如今都报应了回去 杨文婉感谢观看